我们是自驾房车漫游中国的福旺家 我是福旺 这是小妹儿 我妻子 摄影师是我们的儿子大鱼 我在2016年50岁生日的时候 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第二年开始和小妹儿自驾房车旅行 今年4月儿子加入了我们 开始用视频记录我们的房车旅行生活 这几个月经历了春子旅和藏子旅 现在开始了福旺家房车生活的西北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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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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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手抓羊肉和八宝茶 我们前段时间自己做了手抓羊肉 后来我们就不再自制手抓羊肉了 都到当地的饭店去吃手抓羊肉 确实比我们做的还好吃 太好吃了 来 再来一个 来 再来一个 羊肉 把他坐这儿 坐这儿 坐这儿 太香了 看着真香 嗯 味道好极了 真的羊肉一点三味都没有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还有一点奶香的味道 好像 宁夏太羊肉啊 真的是特别香 而且不是说不仅仅是说光没有三味的问题 真的是肥而不腻 看起来有肥肉 有瘦肉 肥肉香甜 但吃起来特别香 自驾房车旅行 总有停下脚步的时候 一段时间调整休息 往往在这个时候和家人朋友聊天 我最想回想的事 竟然有一半是美食 这是西北行 我真的痛痛快快地吃羊肉 每每想起来 就会有口水要流出来的感觉 就是因为新鲜的 好品质的羊肉太好吃了 旅行带给我很多美景 收获很多意外惊喜 但是美食 一定是最不辜负我的一项 旅途中遇到的那些美食 不仅会温暖我们的胃 还可以抵御跋涉的辛苦 让我们重获力量 继续前行